大家看一些战争剧,或者是军事电影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些紧张有趣的剧情 比如战争中有些人觉得大事已去找了战友的遗体作为掩体装死 躲过一劫,这样的片段看起来既紧张又刺激 那么在过去那些年,的战争中这样的情况实际存在吗? 首先,装死并不是很正面的光荣的事情 但是在为了保护一,些机密或者特殊情况之下装死也不是不被允许 任何人都有装死的权利,但是并不是装死就能避免死亡 大部分的军队在战,争后都会清理战场 近代战争的枪械上都有刺刀 用刀刺一下,看看有没有没死透的 扑上一刀,这也是很常见的 再者就是装死的时候战争还在继续 枪林弹雨之下难免,会有榴弹伤到自己 万一有炸弹,手榴弹落在自己身边 那真是中了大奖了 为什么历史上很少,记载有装死逃兵的事迹? 因为装死逃兵并不光荣 作为一个军人,上战场为了保卫国家 如果人人都抱着侥幸心里集体装死 那战争就没有任何继续的必要了 直接投降一了百了 而这个国家,也就没有什么未来了 结合上面说的,装死这件事也许会 有少数人在心中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但真的到战场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与其装死苟且偷生 不如冲上前去闸的鬼子门兵飞江残 不仅仅是军人,我们作为国家的公民 也要怀揣保卫国家的决心 即使没有战争,生活中的我们也一样 坚决不装死,不做逃兵 因为装死和逃避只能够活